各位朋友大家好 国际形势真可谓风云变幻莫测 在乌克兰问题上突然美国和俄罗斯又准备要讲和了 美国白宫表示 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同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晤 白宫发言人发表声明说 拜登总统原则上已同意与普京总统再次会晤 如果不发生入侵行为的话 白宫发言人表示 考虑把拜登和普京的会晤时间定在三天后的2月24号 在2月24号将先举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会谈 等到美俄外长会谈结束之后 再举行美俄元首的直接会谈会晤 那么这一次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会晤 就表示双方准备达成一个和平协议 美国准备和俄罗斯要讲和了 这当然也是拜登的一个重大让步 也是普京的一个重大胜利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次拜登和普京会谈商议的是乌克兰问题 乌克兰作为当事国 他却没有资格参加美俄两国首脑关于乌克兰问题的会谈 这对于乌克兰人来说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羞辱嘛 就像当年日俄战争 日本和俄罗斯在中国的东北地区打仗 中国对这一场在自己领土上的战争 没有任何发言权 当然就是中国的一个上圈辱国的羞辱嘛 这一次美国总统拜登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直接谈论 怎么样处理乌克兰问题 当事国乌克兰没有任何发言权 当然也让乌克兰人感到非常的恼火愤怒 这也是普京故意要绕过乌克兰 直接和美国总统拜登谈乌克兰问题 就是想要羞辱乌克兰 如果拜登要顾及到乌克兰的尊严或者面子 那至少不应该和普京去谈乌克兰问题 或者谈的话要让乌克兰总统也加入来一个三方一起谈 只要和拜登和普京单独谈乌克兰问题 那就等于是普京赢了嘛 就会让乌克兰人产生对美国的极大不满 甚至是愤怒 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 在接受美国电视台采访时候 公开表示说 1994年乌克兰放弃核武器是一个错误 1991年苏联解体的时候 在乌克兰当时是留下了大量的苏联的核武器 乌克兰一度还成为世界第三大核武器国 因为当时乌克兰手里有2000多枚核弹头 还有战略弹道导弹 战略轰炸机这些运载武器 1994年 乌克兰和俄罗斯美国还有英国在布达佩斯就签了一个备忘录 就是说乌克兰准备销毁他在境内的所有的核武器 而俄罗斯美国保证乌克兰的安全 此后乌克兰还真是按照布达佩斯配忘录 销毁了他们境内所有的核武器 而且连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 巡航导弹还有战略轰炸机都销毁了 于是乌克兰就有一个雍和国家变成一个无和国家 现在乌克兰是后悔了 如果乌克兰现在还有核武器的话 那俄罗斯也不敢这么欺负他们 所以现在乌克兰很抱怨美国 因为当年美国承诺苏克兰销毁核武器之后 他们是要给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 现在美国虽然在舆论上同情支持乌克兰 也向乌克兰提供了一些常规武器 但是并没有像原子弹这种核武器级别的致命性的威胁武器 所以俄罗斯也不怕乌克兰 在前年2月19号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说 如果乌克兰得不到安全保障 乌克兰将认定1994年签订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无效 乌克兰就可能重新会考虑拥有核武器的问题 也就是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暗示说 如果美国不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话 乌克兰将准备重新要开发核武器 当然美国也不可能同意乌克兰重新开发核武器了 这就是乌克兰向美国提出一种威胁 也是表示乌克兰对美国的强烈不满 所以在2月19号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在会上发出呼吁 要求北约对乌克兰能否加入北约给一个准确 必要像现在不明不白总是不表态 这样子来北约的态度越是含糊 就越增加了俄罗斯要侵略乌克兰的嚣张气焰 但是北约和美国都没有对乌克兰总统的要求做出回应 这就让乌克兰人感到很不满 甚至感到很愤怒 因为当年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是有过承诺的 如果美国不承诺保障乌克兰的安全 乌克兰也不会轻易放弃核武器 现在乌克兰面对俄罗斯入侵的威胁 美国当年的承诺不算数了 那当然乌克兰就等到愤怒嘛 特别是这一次拜登还同意要和俄罗斯总统普京 直接来谈谈乌克兰问题 把乌克兰这个当事国甩到了一边就更加增加了乌克兰人对美国的不满 甚至愤怒 而俄罗斯总统普京他要的就是乌克兰人对美国的不满和愤怒 这么一来那普京不就赢了吗 现在乌克兰境内有两股势力 一股是亲俄罗斯的势力 另外一股是亲西方的势力 可是现在美国和西方这样的态度 就让乌克兰境内那些亲西方的势力就感到很受伤啊 让他们很受打击 乌克兰境内的亲西方的势力受到打击 那亲俄罗斯的势力就要抬头了嘛 这就是普京就胜利了嘛 因此这一次拜登和普京的首脑会谈 双方可能达成一个和平协议 就是普京要从乌克兰边境撤军 放清这个军事入侵乌克兰 那么拜登也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 放弃制裁俄罗斯 这样一来的话 等于是双方就来一个讲和了 那么美国在乌克兰事件中 虽然说和俄罗斯讲和应该说丢一点面子 毕竟他也是换到了普京放弃乌克兰 也不算是太书 反而中国在这一次的乌克兰事件中成为最大的输家 为什么说中国成为最大的输家呢 因为这次北京又完全误判了形势 北京认为这一次美国和俄罗斯的对抗 他们是要对抗到底越来越升级 搞到这个冷战的边缘 这么一来北京就要赶快和俄罗斯拉开距离 他不想站到这个俄罗斯一边和美国打冷战 所以他就害怕如果他们再不拉开距离 就要陷入俄罗斯的陷阱被绑上俄罗斯的战车 所以北京突然就改变了他们过去 亲俄罗斯的态度 在2月19号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北京外交部长王毅突然表示 应该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这个说法明显站在乌克兰一方支持乌克兰了吗 等于就是变相反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不过王毅也说要尊重俄罗斯的合理安全关切 反对北约东扩 这似乎好像又在支持俄罗斯 也就是说北京想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走钢丝 玩平衡 既不支持美国也不支持俄罗斯 保持一个态度的中立 既不得罪美国也不得罪俄罗斯 就是北京现在想玩平衡玩中立的 如果是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 继续冲突对立下去 那么北京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 玩平衡走钢丝或许还算是正确的 可是北京没想到他们又误判了形势 美国和俄罗斯突然又要讲和了 如果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 达成和平协议双方讲和的话 最大的输价就成了北京了 因为北京本来是想在乌克兰问题上 既不得罪美国又不得罪俄罗斯 没想到美国和俄罗斯 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讲和了 那双方都变成恨北京嘛 就是等于说北京最后成了 既得罪了美国又得罪了俄罗斯 里外不是人 当然就是最大的输价 我们就看一下这次北京是怎么样发展成为最大输家的 在普京出席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时候呢 习近平和普京举行了首脑会谈 签署了1000多亿美元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的大单 还发表了中俄联合声明 中俄联合声明中强烈表明了北京和俄罗斯 共同反西方的立场 美国华盛顿邮报在社评中说呢 这次的中俄联合声明 是自冷战初期毛泽东和斯大林结盟以来 北京和莫斯科如此公开全面的承诺 在全球事务中进行合作 中俄联手寻求为独裁统治打造一个联盟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纷纷认为 北京和俄罗斯准备形成一个独裁国家的专制的轴心国 这就像当年俄一日三国成立一个轴心国一样 所以美国和西方国家都表示 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话 美国和西方国家不仅要制裁俄罗斯 同时也要制裁支持俄罗斯的中国 这样一来让北京害怕了 北京对俄罗斯的态度本来是想利用 就是拉大旗做虎皮 想利用俄罗斯这张大牌来对抗美国 吓唬美国 没想到北京他们想利用俄罗斯 反过来被俄罗斯给利用了 这一次普京到北京参加冬奥会开幕式 成功忽悠习近平 发表了一个对西方措辞非常强硬的中俄联合声明 就等于把北京绑上了普京的战车 北京后来一看情况不妙啊 如果是普京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的话 就要把中国也拖进这个战争的泥潭里面去了 因此前些日子 北京最高层的中央政治局常委 花了好几天时间闭门开会 专门讨论乌克兰危机 也就是讨论北京对俄罗斯和普京的支持程度 应该到一个什么程度 北京认为啊 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空前紧张的情况下 他们要和俄罗斯适当的拉开关系 不要过于亲近 不要完全得罪西方站到俄罗斯那边 于是呢 北京就改变了过去完全导向俄罗斯的态度 开始在乌克兰问题上玩平衡了 他既不支持俄罗斯也不支持美国 想双方谁都不得罪 在2月19号德国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呢 北京外交部长王毅突然改变态度 他表态说呢 应该尊重乌克兰的领土完整 王毅的态度让人们大吃一惊了 因为过去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 他是支持俄罗斯的 1月27号 当时外交部长王毅和美国国务卿布里肯通电话的时候 就谈到了乌克兰问题 在那次的中美通话当中 王毅对布林肯明确表态支持俄罗斯 他说呢 俄罗斯的合理的安全关切 必须得到认真的对待和解决 那么在过去一段时间呢 北京在乌克兰问题上 他明确是支持俄罗斯的 可是在前天2月19号 北京外交部长王毅突然改口了 在乌克兰问题上 他不再偏袒支持俄罗斯了 表示立场要中立的 所以这也让人们很吃惊啊 没想到北京这个态度变得这么快 不过现在北京肯定也后悔啊 他们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 不应该变得这么快 因为他们压保又压错了吗 北京没想到美国和俄罗斯 突然在乌克兰问题上准备要讲和了 双方要达成和平协议了 拜登呢准备直接和普京会晤 这也就是说双方准备达成一个和平协议 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准备要讲和了 所谓讲和呢 就是俄罗斯从乌克兰边境撤军 放弃入侵乌克兰 美国呢放弃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威胁 双方放弃对抗 这样一来乌克兰危机暂时就算是过去吧 那么美国和俄罗斯放弃对抗讲和了 双方反过来都要恨北京 美国恨北京支持俄罗斯 虽然后来北京态度表示中立 但美国并不会因此而原谅北京 俄罗斯更是恨北京 关键时刻背叛他们 如果北京继续支持俄罗斯 坚持到底 那俄罗斯还会感谢北京吗 可是北京到了最后关键时刻 背叛了俄罗斯 所以让俄罗斯也恨北京 所以现在呢 美国和俄罗斯讲和的结果 就变成了俄罗斯和美国双方都恨北京 那么北京当然也就变成里外不是人 双方都得罪了 就是一个变成最大的输家了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我们下期再见